你喜欢她什么 只要你说出来让我死心 她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许多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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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许多诚 许多诚 你再不说话我可进去了 不行 那个 能不能 帮我去买个东西啊 买什么呀 就是 那个东西 先生 有什么可以帮助您呢 没事 我就随便看看 你肯定是帮你女朋友买卫生巾 这有什么好害羞的 请问你要什么牌子的 我也忘了 你有什么好推荐吗 推荐你这一款 超薄顺息 还有 好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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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都来一个吧 谢谢啊 你刚才没有被人认出来吧 你说呢 对不起啊 给你添麻烦了 喂 喂 到哪儿了 人马上就到了 我现在这边有事 先不过去了 你想个法子 原意想吧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说不来就不来了 行了 别说 我先挂了 气死我了 我是不是耽误你事了 没事 你好好躺着 睡一会儿 醒了觉啊 喝水 谢谢啊 别动 好 海糖吗 感觉舒服多了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 你会做什么呀 我 江南 是我 你要是不开门 我就一直等下去 这么晚了 是谁啊 包瑞 对了 橙子 你还疼吗 不疼了 你上去休息会儿吧 睡会儿觉 我都睡了好一会儿了 听我的 快上去 快上去吧 你来到底要干什么 你最近不用拍戏吗 我在休假啊 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我知道你今天发那张照片 就是为了要和我撇清关系 让我死心 但是你越这样做 不就只能证明你心里还有我吗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真的很爱你 你想多了 请回吧 哎 顾家仪 我们两个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出去 你和他并没有住在一起 对不对 你不可能喜欢许多成 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从你离开的那天起 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 你还在恨我 可是这样 不就只能证明心里还有爱吗 我和梁芝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不用再被他摆布了 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 你还想要怎么样 是 我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 可是我这里却空了出来 这个位置 一直都是为你留着的 我可以帮你翻红 我帮你去争取机会 让你像以前那样唱歌 不好吗 我真的有点看不清你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没有别的事 赶紧走吧 你喜欢他什么 只要你说出来让我死心 好 许多成想要的 只是简单的生活 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他从来不追名逐利 也不寄予金钱 他真心实意地 对待身边的每一位朋友 从来不会利用任何人 他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痛 你说的 不就是当年的我吗 他跟你不一样 嘉宜啊 你现在是当红艺人 老实半夜三更地来找我们家老江 我很难做呀 江南 以前我错过你 是我一直的遗憾 以后 我不会再错过你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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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没听见吧 祖宗 吃 不是你说你对得起我吗 放了我的鸽子 我还得给你带宵夜 感恩你这颗老母亲的心 行了吧 我怎么一天不见你 你们俩人这剑斩 这么迅猛的 少跟我在这儿八卦 你来不是给我送饭来的吧 那肯定不是 今晚不是要跟制品人陈东 聊你跨界演戏的事吗 但是您没去呀 幸亏哥们我集中生智 把这事圆了过去 不过呀 他们对咱的可乐鸡翅 颇为赞赏 并且要求他把这个歌 作为他们下项目的主题曲 并且要求咱们下周 去景城拍摄MV 请你担任男主角 真的 太好了 多心意啊 你也不看谁出马 不过我现在决定啊 许多城真有可能 是你的灵感源泉 早知道城子 这么有魅力的话 我早就应该 在茫茫人海之中 把他给找出来 等等 你刚刚说去哪儿拍 景城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许多城之前 跟他闺蜜说要去旅游 说的也是去景城 那不是挺好的吗 他去吗 我去 是 在啊 你一直都在 嗯 包大人 我去了都需要做些什么呀 是这样 橙子 你看 你看 你来了咱们工作室以后 一直也没给你派什么活 这次老江的新歌 可是准备拍MV 能不能做他的贴身助理 什么叫贴身助理啊 没问题 呃 加班费 你说了算啊 谢谢吧 大人 不客气 不客气 什么情况 他 刚才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你一周三十篇稿也得按时完成任务 没什么事干活去吧 清白皮子 你不叫我写五十篇 看什么看啊 和你姐一样就知道会逼我 可 可清怎么看起来脸色不太好 你怎么又来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们的工作吗 别打着这种旗号耽误我们工作 就耽误一小会儿 他刚才提我了吗 没有 不可能吧 包人没告诉他是我帮的吗 朱林峰我还约了人 我没有时间了 我不想跟你磨叽了 没道理啊 我住起来就是个错 给 等等 我写了首新歌 你来听听 我才不要听呢 还说喜欢我的歌呢 这可是我这么多年来 出的第一首歌 你不怕 那就是我 你不是我 你不是喔 你不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好听吗 不好听 实在是太感人了 这 这也不是感人的歌呀 这首歌是写给我的吗 不不不 怎么会呢 许多成 别想太多了 现在你要做的 就是珍惜这最后和江南在一起的时光 还有好好赚钱 让父母晚年有所依靠 最好还能完成自己的幸福 但是 这首歌真的很需要是写给我的 许多成 许多成 今早晴行有课 早餐自便 你现在心里终于用我了 在里面 你也不能成为 你也不能成为 太久了 你们先聊吧 我先进去了啊 是你找我啊 打电话给你又不接 我只能来这儿等你了 我刚在车上没有看手机 不是说了以后要少见面吗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吗 你是真打算以后不理我了 我是觉得呀 我们少见面会比较得好 这要是再被拍到了 我可不负责啊 原来是真打算不理我了 好吧 可惜了林瑶瑶 林瑶瑶 你什么意思啊 林瑶瑶钢琴独奏音乐会 我怎么不知道啊 这是内部慈善演出 你当然不知道了 我看你朋友圈 分享过他的曲目 就拿了这张票 怎么样 想去吗 当然想去了 他跟江南呢 可是我的V2偶像 你用得着这么扎心吗 对不住啊 我不是故意的 这个票价多少钱 我给你 都说了这是慈善演出 没有票价的 不过 刚有人说呢 以后还是不要见面的话 此时我的心里面很疏伤 我可以收回吗 我可以收回吗 许多长 你很没有原则啊 我都是一个被命运卡住后脖颈的人啊 原则有那么重要吗 也对 那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你们怎么都这么爱讲条件啊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反正多你一个也不多 我说吧 你不可以再说 不见面的话 也不可以再突然消失 就这样 就这样 没问题 成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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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江 你这首可乐鸡翅 可比你的手艺强多了 真挺好听的 天天就知道批 走走走 我夸你呢 听不出来啊 你看这首歌已经成型了 是不是得琢磨琢磨发布的事了 你打算在哪儿发 之前咱们的歌都在唱片公司发 但是现在很多音乐人啊 都是通过酷狗星药计划上发歌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上面的版权激励特别高 而且流量扶持特别给力 如果说咱们这首歌 通过酷狗星药计划上发的话 肯定特别爆 我觉得可以 但具体的怎么操作 你看我研究了一下啊 咱们点开这个酷狗应用程序 你在这个应用程序上 入住成为酷狗的音乐人 就可以直接在这个酷狗星药计划上 自助发布新歌 而且粉丝可以查看你的歌手页 并且你可以跟粉丝互动 而且你每首歌的播放数据 版税收入一清二楚 可以啊 包大人 你这经纪人的烟雾能力 中国第一 晚上喝一杯钱 庆祝你神游已久的灵感回归 不喝了 我要回家吃饭 大哥 你太扫兴了 许多城的饭 什么时候不能吃啊 我现在每天最重要的 就是把饭吃好 拜拜了您 拜拜 你怎么不开灯呀 吃饭了吗 饿着肚子等你呢 等我 我今天有个学生 他来晚了 我说过了 这种特殊情况 要提前跟我报备 这个也要报备啊 当然了 这可是关系这饿肚子的大事 你可以点外卖啊 吃不惯 那没有我的时候 你怎么吃得惯的 那能一样吗 那又不是你做的 那我去给你弄点简单的 小样很装苦 许多城 你电话 来了 明晚六点半 别忘记哦 还跟展芝林约见面 都告诉你 来展芝林别有用心 你怎么就不信呢 气死我 你去哪儿啊 放马上就好了 饱了 好奇怪啊 男人也这么善变吗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是不想浪费粮食 饿了还嘴硬 慢点吃 别烫着 你明天去老眼院是不是 我跟你一起 好 那个 我明晚有点事 我想请个假 知道了 没了 你不问问我去哪儿 你不是都说了吗 你明天晚上有事 行吧 早点回来 采燕今天的精神还不错 怎么了呀 肚子疼 肚子疼 胃痛 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呀 还不是因为你 每天给我吃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给我吃成这样的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 走 我送你去医院 我 那个包大人不在 我们两个去医院会引起围观呢 这么重的奥像包袱 我没事 我回去休息休息就好 不用管我 行吧 那我先送你回家 走吧 慢点啊 来来来 喂 刀大人 向南好像吃坏肚子了 我怀疑是肠胃炎 你赶紧过来一趟吧 不是 我马上要开会了 你妈怎么不去医院呢 她说去医院怕被围观 你来了以后她才肯去 那这样吧 我尽快 好吧 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 包大人一会儿就来了 你家药房哪儿了呀 那个 我也不知道 你随便找找吧 你家药房哪儿了你都不知道呀 算了 我去给你买吧 我真是急糊涂了 我来的时候带药了 我去给你拿啊 我真是急糊涂了 我来的时候带药了 我去给你拿啊 怎么还不来 都六点半了 没理由不来啊 来 吃药 不用了吧 我感觉我好多了 不用吃药 你都这么严重了 不吃药怎么好呀 水 喂 包大人 你什么时候到呀 我在路上有点儿堵 一会儿就到了 好 那个 承承 我感觉我好多了 你要有事儿 你先去忙吧 不用管我 我怎么能这样 把你一个人丢在家里啊 这样吧 我去给你熬点粥 这样的话暖暖胃也许会好一点 他一点都不怀疑的吗 我是不是太过分了 算了 那是展之灵 不能让他见 演奏会已经开始了 展之灵还是没等到许多成 他不知道自己是何时被他吸引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小姑娘身上 有他消失已久的生之渴望 对平凡日子永保敬畏 对生命之旅倍加珍惜 这一切给他暗淡无光的世界里 照进一缕曙光 他相信许多成最后一定会来赴约 因为他明白 林瑶音至于他的意义有多盛大 于是点开了林瑶音的歌单 在秦升的陪伴中静静等待许多成的到来 烫小心 不好意思啊 刚才路上太堵了 怎么样了 包大人你来了 你有事先走吧 对 正经的程子 你要有事你就先走 我有点带他去医院 要不我陪你们去医院吧 不用了 那个 有包大人一个人就行了 你先走吧 我可以的 那包大人有什么事情随时联系我啊 我就先走了 慢点啊 嗯 我先走了 慢点啊 行不行啊 用不用去医院啊 有没有事 有情况 感觉好了 装病 什么装病 刚刚确实是病啊 那你这是玩哪出呢这是 跟你说可别欺负人家小姑娘啊 对了 我正好有件事跟你说呢 我约了一个特别棒的制片人 什么制片人 陈东你没听说过呀 他们公司可是出名过很多电视剧的 而且他们这次的电影准备请郭岛出山呢 你可不能老围着你那音乐的异母三分地晃悠 咱得拓展拓展领域 对不对 唱而忧则演 准备一下跨界 对不对 你像你刚才演多好 没必要 这次不一样 是不是收到微信了 别装看不见啊 时间地点我都发给你了 咱千万千万别吃豆行吗 行 知道了 还有 去吧 好好看看 重视 重视起来 你别闹 重视起来 我走了啊 干什么 不用了 谢谢你啊 我有事先走了 你怎么没有去医痒这个对簇 的地方 你们能够汽识吗 我 объ bank的学生 我是个女孩 你怎么没有去医叻那好 我去医院和医大女孩 你怎么没有去医院呀 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完了 没收拾 你生病了还吃这些东西 惨了 惨了 不是我吃的 这是刚刚鲍瑞买的 他吃的 你装病 我没装病 我刚刚不舒服你也看见了 你别装了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啊 你知不知道 今天对我有多重要 和展芝林出去约会那么重要吧 你怎么知道的 你还偷看我手机 对 我看了 怎么了 他只是给了我一张 林瑶音演奏会的门票 今天之前你是我的男神 你不管做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较 但是这件事情 你真的让我太失望了 我都可以在我的腹上 我都可以不跟你计辞 我都可以不给你 都是ico 不打算 我都可以在那个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不计较 那又我可以不计较 你听你 我都可以计较 你也不得了 你可以和我这些东西 我都可以不计较 你会儿 我决定发扬一下我的牺牲精神 当你的沙包 你拿我发现吧 就你 只要能让你顺心 我心甘情愿挨打 等等 再来 乌干了活儿挨骂 干了活儿还挨骂 你魔头 看我怎么收拾你心爱的弟弟 你 天天缠着我 你想干什么呀你 可 可欣 你之前答应我的话算数吗 我答应你什么了 你说只要我打应你 你就做我女朋友 我说过的话从来都算数 真的 可欣 你没事吧 手 你真是手 以便一共轭 你我们用と 你只能做一桌 意思 我来 你偷偷了 想不想我们 许多诚跟他在一起吗 没有啊 我晚上一直和可欣在一块儿 没看到许多诚 别废话 快把电话给玉可接 江南 他要问你许多诚的事 你怎么会有江南的电话 我都跟你说我们认识的 我们以前是邻居 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喂 我都不会是 跟我回去 放开我 我要回自己家 对不起 我承认我今天做得很过分 但是 我以为你却和展之莲约会了 是又怎么样 你是我什么人 你要干涉我交友的权利 我 你总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你有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 对 因为你是大明星嘛 我不会就是一个 被你忽来喝去的假女友罢了 不是的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 今天的演奏会错过 只要你想看 下次他来 我一定带你去看 你根本就不明白 错过了今天的演奏会 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一定会有机会的 没有那么严重 我答应你 我会弥补他 江南 你是不是觉得 什么都特别容易 可是你知道吗 对我来说 活着就已经够难了 欠你的钱我会尽快讽变你 从明天开始 你做回你的大明星 我做回我的许多成 我们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 许多成 请让我保留一份 我们美好的回忆 别害羞 给你全部温柔 慢慢一周我会好保留 听前奏 这一颗深处的水 两个星星 终于不再漂流 许多成 可真没出息 就这么回来了 喝点水 早点休息吧 这么晚了 谁啊 可能是朱小胖 你小心点 江南 你对橙子做了什么 怎么把他气得离家出走了 我 那个是我的问题 都是我手机没电了 也没跟他说好 是吗 我告诉你 我可不管你是谁 不许欺负我家橙子 虽然你刚给了我一个专访 但那是两码事 好吧 可欣 这手怎么回事啊 你问他 我本来想陪他练跆拳道 让他洒洒气 放松放松 结果我一不小心用力过度 还给扭伤了 橙子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我上辈子是不是跟他们有仇啊 气死我了 好了 你们两个就别闹了 不知道的呀 还以为我家养了一只狮子 行了 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那我先回去了 今天是周末 你们既然都来家里了 要不就住下吧 对啊对啊 我也住下了 这样好照顾可欣 你俩住一屋 我和江南住一屋 刚好咱俩也好久没一起住 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去你家睡 咱们一起躲在被窝里玩游戏机 你 睡沙发 我 橙子 你看我都伤成这样了 医生让我在家里静养 看来我们是没办法一起去景城旅游了 没关系 以后呢有的是机会 现在时间也不早了 走 我带你上去休息 给你拿毛巾 你今天摔得可疼啊 是吗 慢点啊 你干吗呢 你说她们说什么呢 怎么笑得这么开心 行了 你说你个大老爷们儿的 八强脚偷听人说话 赶紧睡觉 这也太假了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给你学啊 你别对 上了一个大太监 这么多年 我没发现你还有受虐倾向 你是怎么搞定嫂子 你给我说说呗 我的魅力 你比得了吗 不说算了 你说她们两个闺蜜在一块 会聊点什么呀 我家可亲 会不会聊一些关于我的事啊 她会和鱼可亲聊到我吗 她会和鱼可亲聊到我吗 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 死猪 好 早啊 早 那个 一大早竹小胖就不见了 可亲她们走了 可亲在我屋里睡觉呢 惊喜 你可是不睡到大床 我不起床的人啊 你居然一大早去买菜 怎么 为了我家可亲顺利康复 我肯定要买最新鲜的食材给的 鸡掌 鸭掌 猪蹄 鸭胸 鸡胸 是哪儿 补哪儿啊 补什么呀 我 我这么完美要补什么呀 我这手是因为谁病成这样的 还鸡胸 鸭胸 我的天哪 你们家伙食也太好了吧 橙子做饭好吃 作为闺蜜不知道 这道菜呢 是有人自告奋勇做的 其他的菜呀都是我做的 快开动吧 嫂子 你做饭也太好吃了吧 不会是烹饪是假 南哥找了你这样的媳妇 算他有口福 其实我们不是 来 多吃点 既然江南是你哥们 那就让你家山姐 别死盯着他们 我表姐的事 我也管不着啊 秦山是你表姐啊 之前怎么没听你说过啊 她做真相的时候 我都在国外了 没来得及告诉你嘛 亲爱的 来 尝一尝这个 配合我 好吃 来 你也来吃一个 好吃吗 好吃吗 好吃 一定要这么撒狗粮吗 别忘了对面坐着两个单身狗 你要是想告别单身 我随时配合 赶紧吃啊 那么多菜还堵不住你的嘴 我都这么主动了 她怎么还不接受我啊 因为可亲现在的点 不在恋爱上 那在哪儿啊 你之前说的 独家大卦 看来独家采访还不够 看 江南刚刚那宠命的小眼神 我唧皮疙瘩都掉一地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看她又不是真的 真的假的 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吧 我呀 那是为了演给朱林峰看的 你们这要是演的 都能拿影帝了 你就别拿朱林峰当幌子了 我多了解你啊 你看江南的眼神也不对 有什么不对的 你就承认吧 你已经沦陷了 再这么住下去 你的后半生就要跟她一起 歇手共渡了 后半生 我有后半生和江南一起度过吗 结婚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给你当伴娘 你就别说我了 说说你跟朱林峰吧 你说她对你言听计从的 要不你就说了 她不是我的菜 我的男朋友 一定是那种被仰望的男人 有了 南哥 你是我亲哥 你帮帮我吧 这个朱小胖 顶多算一个仰望我的男人 你和嫂子结婚的事 算大瓜吗 要不你们凤子成婚吧 这样这个大瓜不就 属于我们家可亲了吗 等她解决完事业 就有心思放在我身上 死胖 什么奇葩逻辑 嗯 都在哪里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要不是为了知灵 你少给我提知灵 吵吵吵 整天就知道着 妈 妈 叔叔 我去销售湖车 喝水 谢谢啊 别动 还疼吗 感觉舒服多了 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 你会做什么呀 我 江南 是我 你要是不开门 我就一直等下去 这么晚了 是谁啊 鲍瑞 对了 橙子 你还疼吗 不疼了 你上去休息会儿吧 睡一觉 我都睡了好一会儿了 听我的 快上去 快上去吧 你来到底要干什么 你最近不用拍戏吗 我在休假啊 你来到底有什么事儿 我知道你今天发那张照片 就是为了要和我撇清关系 让我死心 但是你越这样做 不就只能证明你心里还有我吗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不好 我真的很爱你 你想多了 请回吧 顾家仪 我们两个之间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请你出去 你和他并没有住在一起对不对 你不可能喜欢许多成 你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从你离开的那天起 就已经断得干干净净了 你还在恨我 可是这样 不就只能证明心里还有爱吗 我和良者已经彻底结束了 我不用再被他摆布了 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 你还想要怎么样 是 我想要的都已经得到了 可是我这里却空了出来 这个位置 一直都是为你留着的 我可以帮你翻红 我帮你去争取机会 让你像以前那样唱歌 不好吗 我真的有点看不清你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没有别的事 赶紧走吧 你喜欢他什么 只要你说出来让我死心 好 许多成想要的 只是简单的生活 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他从来不追名逐利 也不觊予金钱 他真心实意地 对待身边的每一位宝人 从来不会利用任何人 他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你说的 不就是当年的我吗 她跟你不一样 嘉义啊 你现在是当红一人 老是半夜三更地 来找我们家老江 我很难做呀 江南 以前我错过你 是我一直的遗憾 以后 我不会再错过你了 盈云 你今晚不去赴约 就是因为谷家怡啊 没有 他刚来 晚饭那会儿 许多成来大姨妈了 肚子疼得不行 那他现在呢 楼上呢 他没听见吗 他应该没听见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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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这么迅猛的 少跟我在这儿八卦 你来不是给我送饭来的吧 那肯定不是 今晚不是要跟制题人陈东 聊你跨界演戏的事吗 但是您没去呀 幸亏哥们儿我集中生智 把这事圆了过去 不过呀 他们对咱的可乐鸡翅 颇为赞赏 并且要求他把这个歌 作为他们下个项目的主题曲 并且要求咱们下周 去景城拍摄MV 请你担任男主角 真的 太好了 多心意啊 你也不看谁出马 不过我现在觉得呀 许多城真有可能 是你的灵感源泉 早知道城的这么有魅力的话 我早就应该在茫茫人海之中 把他给找了出来 等等 你刚刚说去哪儿拍 景城 有什么问题吗 没问题 许多城之前跟他闺蜜说要去旅游 说的也是去景城 那不是挺好的吗 他去吗 我去 你 你在啊 你一直都在 嗯 嗯 包大人 我去了都需要做些什么呀 是这样 橙子 你看 你来了咱们工作室以后 一直也没给你派什么活 这次老江的新歌可是 准备拍MV 能不能做他的贴身助理 什么叫贴身助理 没问题 加班费 你说了算 谢谢包大人 不客气 什么情况 他刚才听见了吗 听见什么 他只希望过好每一天 他简单 纯真 就是这样一个平凡无奇的女孩 让我一次又一次心动 这不是顾佳怡的车吗 他怎么会来这儿 难道他发现我妈了 你制作的女孩 你制作就是这个小孩 你制作的是什么 阿姨 好久都没来看您了 您还记得我吗 你谁呀 我是顾佳怡 是江南的女朋友 江南 不认识 阿姨 您连江南都不记得了吗 您是他女朋友 怎么了阿姨 阿姨 你别打了阿姨 采渊 别打了 采渊 你别打了 采渊 采渊 江南 他是谁 你跟他什么关系 他为什么说他是你女朋友 采渊 你先冷静点 采渊 你先冷静一下 我和他没有关系 他胡说的 你不要相信 没 没关系 坏女人 你勾引我老公 勾引我老公 采渊 你勾引我老公 采渊 你勾引我老公 采渊 滚 快出去 快出去 我不要再看见你 采渊 不要上街了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扔出去 都给我掉出去 我不要看见这些 拿出去 走 顾家爷 我警告你 我妈是个病人 如果她因为你出什么事 我不会放过你 我只是想来看看阿姨 没事儿了 没事儿了 许多长 有你真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医生 这是傅茶的积电图 您看一眼 最近身体感觉怎么样 最近我出现了拿筷子不稳的情况 今天早上扎头发的时候 手也有一些无力 还有就是 前几天我走路 突然腿一软 差点帅的 请进 你来这儿干吗 特意为你来的呀 我们家是做医疗器械的 随医生说你约来来复查 我来看一下 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不用了 朋友一场我都知道了 还是过来看一下吧 其实我也建议你多尝试一些治疗手段 展芝林是我多年的朋友 康林呢 也是我们医院长期合作的伙伴 会提供给我们一些医疗器械 像电磁脉冲 红外线理疗仪什么的 对你的病情还是很有帮助的 这些仪器是不是很贵呀 这个你不用担心 许多长 从你的积电图来看 你现在已经有明显的神经元损伤了 没事 我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你坚持不告诉家里人吗 能拖多久就多久吧 你这么坚持 经济上的压力会很大 因为除了利鲁座 今天我要给你加一个 易大拉风注射剂 这对杨华你的病情非常重要 但是现在没有家里人照顾你 你平常的生活一定要注意安全 因为你现在会不定期地出现 肌肉抽搐 肌肉乏力的症状 如果当时你处在一个特别的环境 比如说过马路到开水 容易产生危险 我知道了 对了 孙医生 多多的病情怎么样了 她的情况不太乐观 但她很坚强 那怎么看 姐姐带你玩个钢琴游戏呀 嗯 你不觉得 你对许多成有点过于关心了吗 我只是看她挺可怜的